我們今天來到羅馬書的第八章 第八章經文有點長 但是它是很精彩的一章 我們先將它分段 一到十一節是一段 然後是十二到三十節 最後就是三十一節 到三十九節 第一個大段落 其實就是如何在罪裏面得釋放 靠什麼在罪裏面得釋放 我們先來看這一段 如今哪些在基督耶穌裏的就不定罪了 因為次生命聖靈的律 在基督耶穌裏釋放了我 使我脫離罪和死的律 律法既因肉體軟弱 有所不能行的 甚就差遣自己的兒子成為最新的形狀 作了屬罪制 在肉體中定了罪案 使律法的義成就在我們者 不信從肉體 只信從聖靈的人身上 因為隨從肉體的人體貼肉體的事 隨從聖靈的人體貼聖靈的事 體貼肉體的就是死 體貼聖靈的乃是生命平安 原來體貼肉體的就是與神為仇 因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 而且屬肉體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歡 如果神的靈住在你們心裡 你們就不屬肉體乃是屬聖靈了 人若沒有基督的靈 就不是屬基督的 基督若在你們心裡 身體就因罪而死 心靈卻因而而活 然而叫耶穌從死裡復活 者的靈若住在你們心裡 那叫基督耶穌從死裡復活的 也必藉著住在你們心裡的聖靈 使你們必死的身體又活過來 如今立即在基督裡的就不定罪了 這個就是整個第八章 開始的時候 第一句最強而有力的宣告 就是指出一個真理 這個真理就是 在耶穌基督裡的就不定罪了 所以原來耶穌基督的救恩 是帶我們脫離這個定罪 我們不是不會被審判 我們都會被審判 當耶穌基督再回來的時候 當他在這個白色的大寶座上面 來到的時候 萬物都要在他面前 面對這個終極的審判 但是在這個終極的審判裡面的時候 我們不被定罪 因為罪已經解決了 罪要付的代價 耶穌基督已經幫我們付了 所以我們是不會被定罪 也都不會面對那個的刑罰 但是審判一樣 我們都需要在這個審判台前 去接受這個審判 萬物都沒有一個例外 不過我們在這個審判面前的時候 我們就有一個把握 知道我們的罪債已經 耶穌為我們扶上了 所以我們不再在這個律法之下 我們就得了自由 第二節他就說 使這個生命的聖靈的律 在耶穌基督裡面釋放了我們 使我們脫離罪和死亡的律 就是因為這個 耶穌基督的救恩 所以我們不再在這個律之下 不再在這個律之下的原因 是因為這個律 因為我們之前舉的例子一樣 如果我們亂過馬路 我們就要面對罰款等等的後果 但是如果這個後果已經有人附上了 其實這個條例在我們身上就沒有作用了 是不是 因為已經解決了 settle了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這個settle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settle 就讓我們離開了罪和罪的律 我們就被釋放了 就是這個條例再不綁住我們 因為這個條例所帶來的後果已經滿足了 所以這個條例就解除 就是一個這樣的意思 我們就這樣解除了這個 罪所帶來的死的律 死不再是我們的主人 所以呢 律法因為肉體的軟弱 有所不能行的 神就猜自己的兒子 成為最新的形狀 在了贖罪 在我們肉體中定了罪案 其實呢 律法是有些事情是做不到的 其實我們前面的章節都有說過 在保羅的眼中 律法是善的 就好像一個警告的牌一樣 叫我們不要做什麼 不要做什麼 本意是保護我們 不過問題就是 當它這樣出現的時候 人就更加有好奇心 想挑戰 想試一下 是不是真的沒有問題的 從醫療院開始 阿當和夏娃就是這樣做的 你吃的日子不一定死 先試一下 是不是真的會死呢 一試就真的會死 這個就是 律法有些事情做不到的 律法是很想保護人 幫助人 給人一個規範 給人一個安全的界線 讓人停留在這個安全區裡面 但是做不到 因為人不斷的就要衝破律法 粉碎律法 挑戰律法 所以是守不住 既然是這樣的時候 神就出另一招 就是讓祂自己的兒子 成為最新的形狀 為什麼叫做最新的形狀呢 是因為其實神的兒子 神所差來的兒子 祂自己本身是沒有罪的 所以祂本來是沒有罪的 但是祂就拿了一個最新的形狀 這個最新的意思是什麼呢 其實保羅的觀念裡面 我們這個肉體 其實比罪強行霸佔了 佔據了 所以這個身體成為一個罪的身體 是因為罪透過我們 活出罪的樣式 這個就是上一章所講的 如果不是那樣東西 其實我裡面是想做好事的 但是不知為什麼 想著做好事做出來的 變成壞事 所以就顯明 做這些壞事的罪 和我的良心是違背的 所以就是說 我們的身體裡面 有另外一樣的東西 佔佔著我們的身體 這一樣的東西 它會做一些行為 就是跟我們的良心 跟我們的本意 是相違背的 所以這個身體 保羅就說 這就是一個罪的身體 罪也藉著我們的身體 顯出來 甚至操控著我們的身體 所以就會有這些隱僻出現 就是你控制不到自己 你很想不去做那些事情 但是你就發現 真的好像撞鬼鬼上身 就是你控制不到那樣東西出來 它就好像霸佔了你的身體 去做那件事 所以這個叫做罪身 但是 神的儀子 其實它是沒有罪的 所以它就成為罪身的形狀 就是讓它的外表 和這些有罪在裡面 霸佔了身體的人 那個形狀是一樣的 所以它只是外表相似 但是裡面不同 因為在我們裡面 除了有靈性的部分之外 也有罪性的部分 所以其實我們的身體 好像有兩個靈魂在裡面居住 一個是當初神創造我們的時候 給我們的靈魂 另一個就是罪 但是耶穌跟我們不同 祂是神的兒子 在祂裡面沒有罪 但是祂的外表跟我們一樣 跟這個身軀一樣 所以這就是道成肉身 所以神的兒子就是這樣 取了這個罪身的形狀 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要成為那個屬罪仔 然後在我們的肉體裡面 定了罪案 什麼叫定了罪案呢 就是宣告了那個判辭 這個就好像法庭一樣 當我們要上法庭 要打官司 其實我們就是等到最後一刻 最後一刻是什麼呢 就是法官的錘子搏下去 一搏下去就是宣告這個判刑 判刑是什麼 當然我們也是有罪 所以最後就是等到那個判刑 如果你看過法庭的戲就知道了 這個判刑就是最重要了 因為在這個過程裡面 只是爭論有罪沒有罪 有罪沒有罪 到了有罪的時候 那個心情就十五十六 究竟判什麼呢 是判社會服務令 還是判坐牢呢 這個分野很大 判社會服務令的時候 你真的不用入監獄 就算要判坐牢 那 都還有一個問題 那坐多久呢 是不是 這個都是那個 結果究竟有多大呢 我們面對那個 那個代價有多少呢 那就是等到最後那個判詞 所以這個所說的就是 在肉體中已經定了罪案 就是說已經是結案了 已經是宣判了 那就不會再改變了 所以其實在肉身上面定了這個罪案的時候 就是說 耶穌來到的時候 他將自己變成一個贖罪制 變成一個挽回制 然後呢 已經宣告了那個案件 塵埃落定 不會再翻案 不會再有其他的東西出來 那這個 也就是說 所有的罪 律法對罪的那個要求 耶穌幫他們畫上了一個句號 那我們就安心了 因為我們知道 不會再有任何的改變了 那我們 這件事呢 就正式的 Close file 就是結束了 不會再有其他的首尾 跟著在後面 所以 這個 律法的二呢 成就在我們這些 不隨從肉體 只隨從聖靈的人身上 因為這樣的時候 當我們不隨從肉體 反而是追從聖靈的時候呢 那宗案件呢 關於我們這個罪的檔案呢 就結束了 那我們就知道呢 這個罪呢 從此沒有辦法再來核制我們 這個當然就是昨天那一章 告訴我們 原來我們有另外一條路 就是呢 我們去跟隨神 我們去隨從神 我們不隨從肉體的時候呢 肉體和罪呢 就再追趕不上我們 就沒有我們辦法 所以這個其實就是 將那樣東西深化 那昨天都已經 已經開始講到聖靈 今天這一章呢 就更加講得更加的明顯 更加的仔細 所以呢 那個關鍵在哪裡呢 就是 我們要不要再隨從肉體 反而呢 我們要隨從聖靈 所以我們要 要從一個的 醉那個狀況 那個形態呢 出來 不再跟著那個 醉的聲音 今世界的聲音 自我的 私慾的聲音 那是跟著聖靈而行 所以 保羅就提出一個 很簡單的一個道理 其實真理就是這樣 他說 隨從肉體的人 就是體貼肉體的事 隨從聖靈的人 就是體貼聖靈的事 很自然的 是不是 你跟誰 你就聽誰 誰是老闆 你就聽誰 是不是 你現在是這間公司的員工 那你就按照這間公司的 policy 做 你會不會 你在這間公司上班 但是你跟上一個公司的守則 然後你去上一間公司的地址上班 那 那就說不通 是不是 所以就是這樣 如果我們是隨從肉體的 我們自然就 體貼肉體的事情 如果我們是隨從聖靈的 我們就體貼聖靈的事情 所以 今天我們關鍵要問的就是 究竟 我正在體貼哪一個聲音 究竟我正在聽哪一個聲音 這個就是那個關鍵 但是 體貼肉體的 就是死 體貼聖靈的 就是生命和平安 再一次重複 就是 兩個結局 是很不一樣的 那我們要望見結局 所以 其實原來 很有趣的 聖經給我們看到的生命觀 和世人的生命觀 是很不同的 世界就是 我們看著今天 所以我們 其實是一個短視的人生 什麼都是看現在 現在開心最重要 現在快樂最重要 現在就滿足了肉體的 那個慾望 和那個 那個 那個 desire scene 這個就是 世界那個 的人生觀 或者 我們的 生活上 所看到的 但是 聖經給我們所看到的 是一個 另外一個圖畫 就是我們 看著將來 活今日 這個就很不同了 有時候 我們小時候 讀書的時候 都是這樣的 如果我們短視的話 就是看著今天 活一天 所以呢 現在 最重要是要開心 考試明天的事 不要管它 今天先開心了 今天先玩了 今天先享受了 今天先享受了 今天很累 明天考試 遲些先 我們就往後退 就是不看那個 那個 將來的事情 但是 聖經告訴我們 的人生觀 是反過來的 在保羅這裡所說的是什麼呢 就是 其實我們要看見 那個終結 原來體貼肉體 就是死 體貼性靈 就是生命 和平安 那個的結果不同 我們就看著那個 那個的將來 來活我們的 今天 這個智慧 如果我們年輕的時候 就能夠領受的話 我想我們的人生就不得了 是不是 就是我們看著將來 將來我要這樣 這樣 我要讀大學 所以今天 我要重新規劃我的人生 我要做什麼 我的將來是怎麼樣 所以我今天 就改變自己 迎合 配合我的將來 這個就是 因為神的眼光 神是永恆的神 所以他就有這樣的 永恆的眼光 他將永恆先大到今天 所以今天 我們信主之後 其實我們的生命都是一樣 我們要將未來 大到今天 我們要將天上 大到人間 那你那個人生的走向 就很不一樣 你所做的事情 你所看的東西 就不是只看眼前 你會看到前面 所以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發現 當我們看到那個 終局 一邊是生命 一邊是死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 我們應該體貼的是誰 我們應該信從的是誰 所以原來 體貼肉體的 就是與神為仇 因為不能服神 不服神的律法 也是不能服 原來我們體貼肉體的時候 我們就是與神為仇 這個為仇的意思就是敵對 所以原來我們體貼肉體的時候 其實我們是與神敵對的 與神敵對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不服律法 甚至我們也不能服律法 就是因為我們身體裏面 有一個罪會推著我們 會拉著我們 讓我們沒有辦法 去服律法 律法所說的事情 我們偏偏走相反的路 所以當我們這樣走 與神相反的路的時候 我們就是與神敵對 所以當然那個道理就是 屬肉體的人 也都沒有辦法 可以得神的喜歡 神當然不會喜歡人頂撞他 就正如你的小朋友一樣 當你的小朋友駁嘴的時候 你心裏面都會不高興 雖然你愛他 但是當他駁嘴的時候 這個行為是你所不喜歡的 有時候我們都要分清楚一下 那些行為是我們不喜歡的 但是這個人我們很愛他 孩子就是這樣 其實神對著我們也是一樣 當我們去頂撞神 當我們去違反律法的時候 這個行為神很不喜歡 神是不喜歡的 但是神卻是愛人 所以神為我們預備救恩 就是要將我們挽回 這個挽回的過程裏面 其實也是將我們不好的行為 除去 所以管教和愛是可以並存的 我們要明白 但是有時候我們不是這樣去思想 當人管教我們的時候 我們就會覺得 你管教我就是你不愛我 小朋友都是這樣的 你不讓我吃雪糕 你不疼我 但是他不理其他原因 為什麼不讓你吃雪糕 小朋友 你咳 你病 不理 總之你不適合我的心 你管教我的時候 就是你不愛我 但是其實事實上是不是這樣 不是 就是因為愛你的緣故 所以才更加要管教你 這個就是羅馬書都給我們看到的 所以當然如果我們是體貼肉體 我們不服神的律例典章的時候 其實我們沒有辦法套神的喜悅 但是問題就是 我們根本守不到那個律法 那怎麼辦呢 所以這個挽回祭 最重要的帶來那個恩典就是聖靈 原來當我們有聖靈之後 就是另外一個圖畫 第九節就在這裏 開始就在這裏解釋這件事 他說 如果神的靈住在你們的心裏面的話 你們就不再屬肉體 乃是屬聖靈了 所以呢 以前是最住在你的裏面 它霸佔了你的身體 你就去做一些你所不願意 但是呢 又違反律法的事情 現在呢 這個的 這個的惡魔 這個霸了你的身體 這個糟霸 沒有了 為什麼呢 因為有一個比它更大的 進來 就趕走了這個邪惡的糟霸 那個是誰呢 就是聖靈 所以原來的關鍵就是 以前我們讓醉 住在我們的裏面 霸佔我們的身體的時候 我們就走醉的道路 但是如果同樣 我們可以讓聖靈 進入我們的身體裏面 代替了那個序的位置 填滿了以前的序所佔據的空間的話 那就不同了 因為那個租客不同了 你有沒有試過去別人家的家 就是 怎麼說呢 如果你有租屋的經驗 你就知道了 不同的租客可以讓你的房子很不一樣的 你的租客是乾淨的 那你就可以很安心 你就知道你的房子 接下來是很乾淨的 但是如果你的租客 是骯髒的 從來不整理屋 從來不打掃衛生的話 你就知道 你的房子將會進入災難 是不是 很簡單 房子也是那間房子 但是問題就是 誰在裡面的分別就大了 是不是 我們經常看 我又不想打廣告 經常看什麼什麼 就是那個 什麼張什麼 就是那個 那你就看到很多 我經常都不明白 就是 為什麼經常都去吃飯的時候 播放那些 就是 在家裡變成 來來蟑螂屋 這樣 是不是 其實都是屋來的 但是問題就是 什麼人在裡面的分別就很大 是 同樣的道理 以前我們是讓醉住在我們裡面的時候 我們那間就是垃圾屋 我們的心裡面 就變成了蟑螂鬥 變成了 總之 你想像到的圖 就是 你經常吃晚飯 看到那些 但是 如果 住在我們裡面的是聖靈 那整個情況就不同了 就變得乾淨 綺麗 所以問題就是 究竟我們裡面是誰住在這裡 如果沒有基督的靈在我們裡面的話 就不是屬基督的 如果基督在你的心裡面 你的身體 就算因罪而死 你的心靈都要因而而活 因為 聖靈帶來的就是生命 最帶來的就是死亡 所以當罪不在你的裡面的話 死亡就離開你 當聖靈在你的裡面的話 生命就進入你的裡面 所以 其實這一堆的記載 都是想告訴我們 就是罪和聖靈的分別 如果真的聖靈 住在我們裡面的話 叫耶穌基督從死亡復活者的靈 又住在你們心裡 大家叫基督耶穌從死亡復活的 也必值著住在你心裡的聖靈 使你們必死的身體又活過來 原來聖靈的功效是這麼大的 當聖靈在我們的裡面 我們不僅是脫離肉體的律 甚至 那個 那個 生命的能力 會去到一個地步 連我們這個肉身的生命 都會活過來 以前我們肉身的這個生命 其實 被霸佔 被醉霸佔的時候 它都好像死了一樣 因為它 它沒有反抗的自由 它好像行屍走弱 被人擺佈 但是當聖靈進入來的時候 這個身體都會活過來 連這個身體都會有所反應 當然 再遙遠一點去看的時候 就是我們要知道 有一天 當耶穌基督的審判 就是耶穌基督再回來的時候 其實我們這個身體都會復活的 我們這個身體都會更新改變的 所以那個復活 不單是我們靈性上的復活 甚至我們的身體都會被轉化 我們的身體都會復活過來 有一個新的樣式來出現 這個就是聖靈在我們裡面的工作 當然保羅當他講到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很能看到這個圖畫 我們都很想 哇 那究竟怎樣才可以得著呢 原來聖靈在我們裡面 是有這麼大的一個益處 那我們就看下一個大段落 十二節到三十節 教導我們怎樣隨從聖靈作神的兒女 原來當我們隨從聖靈的時候 我們的身份恢復 這個也是讓我們可以重新成為神兒女的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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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樣去活出那個樣式的一個方法 有些像什麼呢 就是我們好像這些電視劇那樣 假設你爸爸是一個世界首富 但是你流到街頭和他失散了很多年 所以你的生活習慣 雜性的各樣東西 都是最草根最基層最貧窮的 有一天這個爸爸終於找回來了 然後把你帶到他去大屋的時候 你一去到那個大屋的時候 你發現很多東西不懂 難聽說 整間房裡面可能充滿高科技的設備 那樣東西 那你就發覺廚房在哪裡 不知道 那個爐怎麼開的呢 不知道 這個是什麼來的呢 那個是什麼來的呢 很多的規矩你不知道 吃頓飯可能 如果是西餐 啪啦一聲 四隻餐五隻刀在你面前 嘩什麼事 以前用手的 那你怎樣才可以 那你融入這個身份裡面 在這個時候 有個管家可能站在你旁邊 他就逐樣教你 小姐 這個刀先用 這個你怎樣 這裏是哪裏 那裏是哪裏 這個叫書房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什麼 我想大屋你都要搞一輪 你才清楚知道 究竟有多少間房 誰是做什麼 這裏是什麼 那裏是什麼 那你有什麼衣服 你要去什麼場合 要穿什麼 要怎麼配搭 很多東西要搞的 那這個管家就慢慢幫你 所以呢 聖靈都是一個這樣的角色 他不單止讓我們可以跟著他 他也都教我們 讓我們知道怎樣去恢復這個身份 這個就是第二個大段了 我們來看十二到三十節 他說 弟兄們這樣看來 我們並不是欠肉體的債 去信蟲肉體活著 你們若信蟲肉體活著 就必要死 若靠著聖靈致死身體的惡行 必要活著 因為凡被神的靈引導的 都是神的兒子 你們所受的不是盧寶的心 營救害怕 所受的乃是兒子的心 因此我們呼叫阿爸父 聖靈與我們的心同正 我們是神的兒女 既是兒女便是後智 就是神的後智 和基督同作後智 如果我們和他 一同受苦 也必和他 一同得榮耀 我想現在的苦彩若比起 將來要顯於我們的榮耀 就不足介意 受造之物切望等候 神的重子顯現出來 因為受造之物 伏在虛控之下 不是自己願意 乃是因叫他如此如此的 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脫離 拜壞的核製 得享神兒女自由的榮耀 我們知道一切受造之物 一同嘆息勞苦 直到如今 不難如此 就是我們有這聖靈初結果子的 也是自己心裡嘆息等候著 得兒子的名分 乃是我們的身體得熟 我們得救是在乎盼望 只是所見的盼望若不是盼望 誰還盼望他所見的呢 但我們若盼望那所不見的 就必忍耐等候 況且我們的遠藥有聖靈幫助 我們本不曉得當怎樣討告 只是聖靈親自用說不出來的嘆息 替我們討告監察人心的 曉得聖靈的意思 因為聖靈照著神的旨意 替聖徒祈求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 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就是按他旨意被照的人 因為他們預先所知道的人 就預定下效化他兒子的樣色 使他兒子在許多弟兄中作長子 預先所定下的人 又照他們來 所照來的人又稱他們為義 所稱為義的人又叫他們得榮耀 我們這個兒女的身份是怎樣去恢復的呢 首先就是我們要明白我們的身份轉變了 我們現在不再欠肉體的債 因為這個債耶穌已經幫他們還清了 這個就是第十二節 所以我們不再信從這個肉體 我們有了另外一個選擇 這個選擇出現了 甚至有些人都說這個究竟什麼叫富有呢 就是看你有多少選擇 選擇越多你就越富有 所以現在呢 以前我們是欠債的 我們欠了罪的債 我們沒得選擇 現在我們有得選擇了 我們自由了 我們附足了 神使我們改變了 所以現在我們可以信從聖靈 信從聖靈的時候 我們就致死身體的惡行 因為這樣的緣故 我們就得著活潑的生命 所以我們怎樣可以致死身體的惡行呢 其實就是跟著聖靈的引導 所以十四節他就做了一個總結 凡是給神的靈引導的 都是神的義子 耶穌基督就是這樣 耶穌基督就是被聖靈來引靈的 聖靈帶領著他 去抗野獸魔鬼的試探 聖靈充滿他 讓他聖個試探走出來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榜樣 耶穌就是這樣被聖靈引導 聖個試探 我們同樣如果我們被聖靈引導 我們也可以聖個罪 聖個試探 有一個新的生命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就不再懼怕了 因為我們所受的 不是一個勞捕的心 營救害怕 這個害怕所指的呢 就是害怕那個的審判 熟悉這個律法的人都知道 神的審判必要來到 所以整個救藥裏面呢 提到這個大而可惠的日子 天地都要震動 萬物在他面前呢 沒有辦法可以傳流 這個大而可惠的日子必然會臨到 其實這個是很好的 人是要知道有一個審判的大日 我們才會警醒 其實不是不好的 是好的 甚至中國古代的賢者都說 我們要知道 舉頭三尺有神靈 我們知道天地有神 人才懂得敬畏 我們才會 一個完全天不怕地不怕的人 其實是一個很可怕的人 是吧 如果你在學校裏面 敬畏校規 敬畏奮主任 你的人會比較乖 就會比較靜 如果沒有什麼怕的話 沒有什麼怕 其實都很可怕 所以其實當我們 但是問題就是 那個害怕去到一個什麼程度呢 如果那個害怕去到一個地步 就是我們成為了 奴博 沒有辦法勝過這個懼怕 又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呢 但是被神引導的人 被聖靈引導 跟隨聖靈的人 我們就不再懼怕這個審判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的身份已經轉換了 我們不再是以前那個奴博 我們已經成為了兒女了 所以聖靈跟我們的心 同證我們是神的兒女 這是我們的心所指的就是我們的信心 是我們的信心跟聖靈一起 兩個見證人所見證的事情呢 就是確立的 這個是舊弱的觀念 所以當聖靈跟我們的信心 一起證明我們是神的兒女 我們就真的是神的兒女 神的兒女的身份呢 就確立了 這個確立呢 一方面是我們的信心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聖靈親自成為那個見證人 所以如果你知道聖靈在你的心裏面 如果你知道你是一個跟隨聖靈的人 加上你信耶穌已經洗剩你的罪的話呢 你就可以百分之二百鐵定地去肯定 你已經是神的兒女了 那你怎麼知道你是一個信從聖靈的人呢 其實你心裏面自有答案的了 是不是 譬如當你信主的時候 聖靈在你的心裏面同樣都會做提醒的工作 譬如你又想去打麻將的時候 你又想去試一下自己的運氣 把自己的運氣放在那四隻腳 會跑一下跑一下的動物身上的時候 聖靈可能就有一個聲音告訴你 不要啦 這些事情已經過去了 你聽不聽呢 買完這一局先 那這一下就沒有聽了 但是你這個聲音出來的時候 對呀不要買了 那你就知道你是在信從聖靈了 所以這個就是很簡單 當我們能夠這樣去信從聖靈 我們又有那個得救的信心在我們裏面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我們是神的後子 跟耶穌基督一樣 同為後子 恢復神兒女的身份 當我們有這個身份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呢 我們必定會得榮耀 而且呢 神將一個任務給了我們 就是呢 就是呢 我們要 就是 因為萬物呢 其實都是在等候神的眾子顯現出來 第十九節 其實 當人犯罪之後呢 連累萬物 萬物 因為本來是在阿當的權下 當人犯罪的時候呢 其實呢 管有萬物 統治萬物的權柄 去了誰手上呢 去了撒旦的手上 即著罪呢 撒旦將這個管理權奪去 人呢 在大地上 再沒有管理權 就是因為我們失落了那個管理權 所以呢 大地蒙獸就座 大地呢 為我們長出驚激、質勵 為什麼呢 因為不再為人效力 不再聽人 不受人的管治 所以 人在上面呢 看流滿面 財都戶口 大地為什麼會長出驚激和質勵呢 是因為它伏在撒旦之下 所以呢 這個大地呢 變了質 所以 其實這些萬物呢 都在等著秘屬的日子 他們在等著神的眾子顯現出來 神的眾子顯現 這個眾子所說的就是被聖靈 被聖靈引導的 都會稱為神的兒子 所以 今天當我們被聖靈引導的時候呢 其實大地就有盼望了 大地就知道呢 我們的身份呢 恢復了 那麼大地呢 也都脫離了仇敵的控制 所以原來我們被聖靈引導的時候呢 我們在大地上面呢 活出真正的神的兒子的身份 我們所做的事情呢 會不一樣 我們做的事情不一樣的時候 大地都跟著改變 所以原來大地是黏著我們 繞著我們 我們類街坊那樣 類了這個的萬物 萬物呢 就在那裡嘆息 在那裡等著 我們什麼時候才醒呢 我們什麼時候才回頭呢 所以萬物其實是等候著著 跟著我們呢 一同回去的 就算我們這些有聖靈初結果子的 都同樣心裡面 限色等候 即是我們都等候 我們越來越似神 其實這個都是一個的 一個的呼喚 我們要帶著這個的盼望 這個盼望是真的 如果這個盼望不是真的話呢 這個盼望還有什麼意思呢 我們所盼望的是什麼呢 第25節他說 我們所盼望的是 我們若盼望那不見的 就必人來等候 等候什麼呢 等候神更大的顯然 在我們當中 所盼望的 那個不見的 不見的 所指的就是神 所以呢 當我們的兒子的身份 被恢復過來的時候呢 其實神那個的 那個的 同在呢 就會回來大地 因為神創造人的時候 神的心意就是 跟人一起住的嘛 這個就是神的心意 所以當神 我們的身份恢復 屬神的群體 越來越大的時候呢 其實神會住在這個屬神的群體裡面 神就重回人間 這個神的同在降臨的時候呢 大地就改變了 萬物就得宿了 這個就是我們的盼望 甚至呢 而且呢 我們的軟弱呢 有聖靈的幫助 我們不會祈禱的時候呢 聖靈會為我們祈禱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去跟著聖靈就是這個意思 如果我們有了聖靈在我們的裡面 我們能夠信從聖靈的聲音 我們的生命就改變 就算我們不會祈禱 聖靈都為我們祈禱 所以我們一定要緊緊地抓住聖靈 其實這個就是保羅心底的說話 一切的關鍵都在乎聖靈 我們要緊緊地跟著聖靈 抓住聖靈 聖靈會為我們祈禱 當聖靈這樣跟我們互動的時候呢 你發現28節才出現 我們看不明白這個28節 因為我們所經歷的 和這個聖經所寫的 好像有一個落差一樣 萬事互相效力 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我們以前覺得萬事好像跟我們作對一樣 未信主之前 可能有些東西更順利一些 一信了主之後 就更多的 就是哼哼哼哼 是不是 但是問題在哪裡 關鍵在聖靈那裡 如果我們能夠這樣去跟從聖靈 有聖靈在我們裡面的時候 萬事就互相效力 因為萬事為聖靈效力 聖靈是那個 那個滿有能力的神 所以怎樣去看到萬事是互相效力的呢 其實後面就是一個解釋來的 就好像這個的救恩一樣 神是有預定一些的人 其實神有預定這個救恩 預定這個救恩 進入救恩的人 神就將他稱為義 稱為義的人 又叫他得榮耀 所以是有一個步驟 一路一路讓我們能夠變得更加的完全 當我們在這個更加完全的路途上面的時候 你發現原來所有的神是有計劃的 在這個計劃當中 萬事真的就互相效力 成就我們一個更尊貴榮耀的身份 讓我們越來越能夠 好像耶穌一樣 有那個神兒子的樣式 這個才是神的圖畫 我們要明白有一個這樣的圖畫在裡面 好 跟著我們看最後一段 31到39節 他說 既是這樣 還有什麼說的 神曰幫助我們 誰能敵打我們 神既不愛惜自己的兒子 為我們眾人捨了 豈不也百萬物和他 又同白白地刺給我們 誰能控告神所簡選的人 有神稱他們為義了 誰能定他們的罪 有基督耶穌已經死了 並且從死裡復活 現今在神的右邊也替我們祈求 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 難道是患難嗎 是困苦嗎 是迫白嗎 是飢餓嗎 是赤身露體嗎 是危險嗎 是刀劍嗎 如經常所記 我們為你的緣故 終日地殺 人看我們如張宰的高揚 然而靠著愛我們的主在 這一切的事上已經得盛有餘了 因為我們深信 無論是死是生是天是是掌權的 是有能的是現在的是 是將來的是 是高處的是低處的 是別的受造之物 都不能叫我們與神的愛隔絕 這愛是在我們主耶穌基督女的 最精彩的其實是這一段所說的就是 如果神幫助我們 有誰可以抵擋我們呢 其實我們知道我們的身份已經不一樣 所以我們是神的兒女 神一定會幫助我們 既然神幫助我們 就沒有人可以抵擋我們 所以我們要緊緊地捉住 就是一份這樣的信心 誰還可以控告我們呢 控告我們那個人 已經沒有能力再控告我們了 所以我們是有真自由 我們的身份已經恢復 我們的身份恢復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要知道 我們已經 跟神之間的愛 再沒有任何的難阻 再沒有任何的阻隔 所以其實我們要拼了老命 我們要擺脫一切的方法 投奔神的懷抱裡面 當我們這樣緊緊地捉住神的時候 我們就沒有敵了 沒有人可以敵當我們 再沒有任何的控訴者可以控訴我們 我們就可以挺起空堂地做神的兒女 帶領著萬物歸向神 這個才是我們終極要追求的 而且沒有任何的東西可以讓我們 跟基督的愛隔絕 因為耶穌既然他肯為我們死 還有什麼他會留給我們呢 還有什麼時間他會捨不幫助我們呢 這個就是我們要有那個信心 七重的患難呢 都沒有辦法阻擋基督和我們之間的愛 這裏七重的患難 就是患難 困苦 逼迫 飢餓 赤身 危險 刀劍 代表一個完全的數字 就是世上一切的患難 所有的患難 都不能夠隔絕耶穌和我們的愛 我們要領受這一份的愛 以至我們可以繼續往前走 甚至呢 十重的勢力 亦都不可以將我們跟基督分開 這個就是三十七到三十九字 十重的勢力是包括什麼呢 無論是新的 是新的 是天使的 是掌權的 是有能的 現在的事 將來的事 高處的 低處的 別的手組之物 這裡一邊數下去 你會數到十個了 十重的勢力 新的能力 天使的能力 掌權的 是有能力的 是現在的 是將來的 是高處的 是低處的 甚至其他的手組之物 包括一切的偶像 一切其他被創造出來的東西 都不能夠叫我們跟神的愛隔絕 這個愛是主耶穌基督裡面的 所以一切的患難 一切的權勢 都不能夠叫我們再跟神分開 再跟神的愛分開 這個愛在我們的裡面 還有聖靈幫助我們 我們一定可以打勝這個美好的仗 醉在我們身上 再沒有任何的權勢 我們的身分要完全被恢復 大地都要得救贖 萬事都要為我們來效力 因為我們是天國的兒女 願意幫助我們 讓我們每一個人都恢復這個身分 或者是向著這個目標去直奔 Amen Amen 我們一切贊立起來 我們來讚美我們的神 是呀 主我們要來宣告 主呀 沒有任何的東西能夠隔著我們 跟你的愛 因為我們靠著耶穌基督的時候 就必然得勝 Amen 得勝 我敢得勝有緣 靠著耶穌我主 讓基督的愛緊扣結裂 任誰也剪不斷 難道是困難嗎 是危險嗎 主的愛從來不甘點 如筆伯嗎 如痛苦嗎 跟基督的愛緊扣結裂 我們再來宣告 得勝 我敢得勝有緣 靠著耶穌我主 讓基督的愛緊扣結裂 任誰也剪不斷 難道是困難嗎 是危險嗎 主的愛從來不甘點 如筆伯嗎 如痛苦嗎 跟基督的愛緊扣結裂 難道是困難嗎 主的愛從來不甘點 如筆伯嗎 跟基督的愛緊扣結裂 讓基督的愛緊扣結裂 任誰也剪不斷 讓基督的愛緊扣結裂 任誰也剪不斷 我幫你先來開聲 來多謝我們的神 是因為神的愛 夠確實在我們的中間 沒有任何的東西 能夠爛了我們 經歷神的愛 感受神的愛 一起來開聲聲 來讚美我們的主 主我們多謝讚美你 還有不單單 你親自來到這個世上 成就夠熟 你也應許你的聖靈充滿我們 成為我們的保衛師 每一天給我們力量 給我們方向 你對我們說話 主要願你今天再一次用你的聖靈來搖灌我們 主要我們跟你說 我們需要你 需要你更多的同在 更多的充滿 我需要你我需要你我需要你我的氣息是你全心的目離我仰望你 敬拜去洗激你 全心等候你 我只想单单敬拜你 用心灵和真理 渴望你恩的墙壁 充满我心 充满我的生命 Holy Spiri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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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en wide in the Share me Chare me 恩的墙壁 Holy Spirit Spirit Holy Spirit 我们外里 你胜利 求你恩贾家里 我需要你 我需要你 我的气息是你 全心的目凝 我仰望你 敬拜去洗激你 全心等候你 我只想淡淡敬拜你 用心灵合着你 可我离岸的降临 充满我心 充满我的生命 Holy Spi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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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my Lord Hear me Share me Share me And I'll tell me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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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irit Holy Spirit Oh my Lord Hear me Share me Share me And I'll tell me Holy Spiri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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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are Holy Spirit Oh my God Holy Spirit yat Frame God Holy Spirit Share me 圣灵我们欢迎你的恩膏降临在我们每一个身上 圣灵我们多谢你 多谢你时刻地在我们身边来做我们的大提醒 圣灵我们知道 不靠着你行事的时候 我们确实是软弱的 体贴肉体的就是死 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 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首 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 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 今天保罗提醒 当日的罗马教会也是提醒我们每一个 到底我们今天的选择是什么呢 我们选择是要来到去体贴肉体 还是随从圣灵而活呢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都想得着 我们参考至于在主神的面前 如果你们去问自己 而来 Perché 今天我们的选择 都要多体贴肉体 都要多体贴肉体 explores 我們會不會都是時常地想著享樂呢? 我們會不會很多時候 都是讓身體的需要來去掌管我們的行為呢? 但是今天保羅提醒我們每一個 當我們體貼肉體 就是將我們和聖靈去左隔 當我們體貼肉體 我們就不能夠得著從神移來那份的新生命 那份的贈平安 有沒有這一刻我們一同 來到我們開聲 開聲跟神說我們的軟弱 開聲跟神說 我們的思想都有很多體貼肉體的意念 我們同身說 我們要勝過這一份體貼肉體的心思意念 我們不要再短視的 我們不只是單單看著眼前享受當前的 我們更多的是要看長遠的 我們也對我們來說 我們一同二來iled同心說 FARration 祈祷 主要我们知道 我们每一个 都是软弱的 我们今天来到 在祢的面前 在今天的早上 我们向祢 沉迷我们这份的软弱 可能在每一天的生活的里面 我们都有很多选择 从一朝早的起床 我们究竟是要 胜过那份肉体的软弱 我们要起来 要用神的话语 来打开我们每一天 还是我要选择 继续的 睡觉呢 主要求你来到去 帮助我们每一个 帮助我们每一个小智 要坚持起床 用神的话语 打开我们每一天 成为我们每一天第一个的选择 主要求你猜派成灵 来去帮助我们 打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有一份熟神的眼光 不再是眷暖在我们肉体上的需要 更多的 是让我们有这一份的眼光 可以看到 神祢想我们在地上的那个的身份 那个的任务 主要求你 呼求你 呼求你更多的 让我们可以去靠着圣灵 来到去胜过这一切 主要求你猜派圣灵 来到去帮助我们每一个 好吗 这一刻我们一同的 来到去进入方言的里面 来到去呼求圣灵 来到去帮助我们这一份的圆弱 来到去帮助我们对准神 走在神为我们预备的道路当中 师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都可以脱离那份的罪 那份死的律 你帮助我们每一个进入生命的律 多谢你时常提醒我们 我们要更多的 来到去思想神在做什么 圣灵你的提醒 让我们更多的 来到去得神的心欢喜 活在神你的灵的里面 好像第九字讲 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 你们就不属肉体 乃属圣灵鸟 圣灵你让我们靠住你的时候 我们就不单单属肉体 你让我们去拿起 神儿子身份的这份权柄 来到去管理大地 你让我们有神儿子的这份心志 从努力的路来到走出来 圣灵我们多谢你 多谢你有爱的这份提醒 多谢你让我们 每一个都可以在神的里面 得着神那份真自由 最后来我们都用第八章 三十七到三十九节 来到去成为我们的宣告 好让 这十重的势力 都不可以去阻挡 我们和神中间的那份的爱 这个成为我们今天的宣告 他说给大地子 说给仇敌子 我们在一切事上面 我们都已经得胜有余 好吗 我们一同的来到去 用这三节的经文 来到去作我们今天的宣告 然而靠着我们的主 在这一切的事上 已经得胜有余了 因为我深信 无论是死 是生 是天使 是掌权的 是有能的 是现在的事 是将来的事 是高处的 是低处的 是别的受造之物 都不能叫我们 与神的爱隔绝 这爱是在我们的主 耶稣 基督 内地 主我们非常感谢赞美你 你让我们 这三节的经文 都成为我们 往后的宣告 这十重的势力 都不可以阻挡 神祢的爱在我们中间 神祢的爱让我们 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 去得着这一份的真自由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罗马书第八章 第二节 因为次生命 圣灵的律 在基督 耶稣 女 释放了我 使我脱离 罪 和 死的 律了 圣灵的律 在耶稣基督里面 已经释放了我们 罪 已经不可以 再纏扰我们 罪 也都不能够 再控制我们 我奉耶稣基督 名宣告 耶稣基督 补血 大有功效 已经将 你 将我 从罪里面释放出来 奉耶稣基督 拿去圣灵的宝剑 断开罪 和我们之间 一切的连结 叫一切罪的权势 从我们的身上 完全的离开 圣灵要将我们释放 进入 自由的里面 我们能够 自由这样 不再犯罪 我们能够 自由这样 吹从圣灵的引导 因为第十四节 凡被神的灵 引导的 都是神的儿子 奉耶稣基督 宣告 当我们这样 进入圣灵给我们的自由 被圣灵引导的时候 我们的身份就要恢复 成为神的儿女 因为 当我们恢复这份 神儿女的身份的时候 28节 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神若帮助我们 谁能抵挡我们 谁能控告神所简算的人 有神称他们为异了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把罗宝书第八章的这几句话 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 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里面 成为我们的力量 成为我们得性的秘诀 让我们跟随胜利 更新我们的生命 每一天每一日 活出一个更似耶稣的生命 让我们活着 就是基督 一切罪的权势 一切的隐蔽 一切受敌的控授 都从我们的身上 完全完全的离开 主你的能力与我们同在 因为你要帮助我们 谁能抵挡我们 主求你的帮助 就是这样临到在我们的当中 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每一个的灵 都向圣灵离藏开 梦圣灵引导 真真实实 作神的儿女 带领万物归向神 主我们多谢你 听我们的祈祷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感谢主 我们今次的晨土就到这里 愿主祝福大家